各位家长,欢迎来到波云见日DMD家长教育项目 我们这次要讲的内容呢,主要是DMD孩子当中激素的应用的问题 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呢,介绍了DMD孩子为什么要使用激素 那么这一讲,我们主要围绕的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DMD孩子当中,我们如何来正确的使用激素 激素应用的基本步骤呢,一般是分为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意向治疗 在所有孩子诊断为DMD以后 我们都会告知DMD孩子的家庭整个的一个DMD治疗方案的一个走向 那么给到家长一个思考的一个时间 或者这个心理的准备工作 也就是一个关于DMD的一个激素应用的意向性的治疗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DMD孩子当中激素的使用的时机和准备的问题 包括我们在如何来选择DMD孩子激素应用的时机 以及如何做一些准备工作 包括知情统一啊,营养咨询啊,疫苗接种啊,等等各种问题 第三个呢,大家比较关心的 也就是激素的种类的选择以及方法的确定 在激素应用过程中呢,就会自然而然碰到第四个问题 也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 包括体重增加,副作用没有办法耐受 或者出现运动功能下降时 激素的剂量的调整的问题 那么第五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激素它只能延缓DMD孩子的一个疾病的进展 它没有办法逆转,没有办法根治 所以没有办法避免会走到无法独走这个阶段 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来讲 如何来选择激素应用 那么如何来选定它的剂量等等 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下面我们先讲一下开始服用激素的准备和要求 第一个呢就是病情评估 也就是我们何时应该开始使用激素呢 我把时间分为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在两岁以内 那么对于两岁以内 大部分的DMD的孩子 他的运动功能还是处于一个进步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建议应用激素的 对于非常少数的孩子 他出现了一个运动功能的平台 也就是说家长观察不到 这些孩子他的运动功能还在进步当中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密切的观测 六个月以后呢再进行随访 而非常少见的情况下呢 是两岁以内的孩子 他出现了一个运动功能的倒退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这不符合经典的DMD孩子的一个自然的病程 那么就需要重新回顾分析他的病史 必要的时候呢 重新进行肌肉活检 重新进行诊断 那么来到第二个阶段 两到五岁呢 大部分孩子在我们的观察下呢 是进入了一个平台期 特别是在四到五岁的时候呢 大部分孩子他的运动功能相对比较稳定 如果孩子还是在进步当中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推荐不使用激素 但是呢要密切随访 比如说六个月以后呢 就进行一个重新的评估等等 那么对于大部分在这个阶段 进入平台期的孩子 我们是需要推荐开始使用应用激素的 对于少数的孩子 已经出现运动功能的轻微的退步 那么这个时候是应用激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机 强烈推荐呢 是使用不能再错过这个时机了 对于六岁以上的孩子而言 有一小部分的孩子 我们发现他好像还处于一个运动功能的进步当中 那么这部分孩子可能就不是我们所诊断的真正的DMD 而是属于轻型的DMD的孩子 那么他们是可以考虑不用激素的 大部分孩子六岁以上呢 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运动功能的退步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强烈推荐应用激素的 也有一部分孩子在就诊的时候 他年龄比较大了 或者前期忽略了等等 他已经出现了一个无法行走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在跟家长充分知情同意 家长支持的条件下呢 可以考虑应用激素 这个是一个关于开始服务激素的实际的选择 总而言之呢 我们是建议在四岁左右就要开始考虑应用激素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风险的评估 在我们第一讲的过程中 我们也讲到了有一些情况下 是不建议应用激素的 比如说有活动性的消化性的溃疡 消化到出血 或者说他近期有一些手术的计划等等 可以激素进行延期 同时一个比较重要的风险的评估方面呢 是跟家长告知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副反应 在家长的充分的理解之下才可以应用激素 第三个呢 就是疫苗的评估 我们推荐的是四岁左右开始应用激素 那么我们也是推荐在四岁以前的所有国家法定的疫苗 特别是一个自费的水痘的疫苗是一定要完成接种的 那么在所有疫苗接种完成一个月以后 如果没有任何的情况是可以开始考虑使用激素了 第四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是家庭的评估 我们应用激素以后需要定期的来随访 这样才能比较良好的观测它的副作用来进行调控等等 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些家庭有能力尊医主 有能力来定期随访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激素种类的选择 其实不管是强迪松强迪松龙甲波尼龙还是蒂夫可特 它们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的一种 而且呢蒂夫可特也是强迪松的一种衍生物 就是它的本体是来源于强迪松的 所以它们大致的功能其实是相当的 那么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它们的区别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它们的作用 在运动功能方面 很多的临床研究的都证实 不管是强迪松也好 蒂夫可特也好 都是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 改善运动的功能 特别是强迪松 短期应用强迪松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10天就可以起效 三个月的时候呢作用最大 至少呢可以维持18个月 这个在我们临床实践过程中呢 有非常大的体会 很多家长他们在使用激素 三个月以后来回访的时候会告诉我们 说我们用了激素以后 孩子确实他喜欢运动了 摔跤的次数减少了 跑啊跳啊什么都有可能出现了进步 这个是我们非常高兴见到的 并且呢研究呢也正是 长期使用强迪松呢也可以延长它动作的时间 所以在运动功能方面两者都是 相当的 还有呢就是骨骼机型方面 不管是强迪松还是蒂夫可特 都证实是可以延缓脊柱侧弯的发生 而且呢在心肺功能方面 也都是可以起到改善的作用的 所以功能方面呢 强迪松和蒂夫可特是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水平 那么为什么会有的是 有的时候家长会比较偏向于蒂夫可特呢 那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听到过 有这么一些研究 他证实呢在体重增加方面和行为突出方面 行为问题方面 如果这两方面问题比较突出的孩子 蒂夫可特呢有他的一定的优势 所以对于这两方面问题比较突出的孩子 现在呢一般认为是可以考虑选用蒂夫可特的 但是需要提出来的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呢 虽然蒂夫可特在美国部分欧洲亚洲国家已经获批 但是国内还是没有上市 大部分可能还是通过自己的家长的私人途径呢 通过购买仿制药等等 所以蒂夫可特的他这个安全性还是有待商榷的 建议呢就是如果在有可能情况下呢 去正规途径处方购买 第三个呢就是激素的服用方法 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要顺应人体的分泌规律 这样的话呢才能尽量的减少它的副作用 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呢提到过 人体本身也是有分泌糖皮质激素的 并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呈现脉冲式分泌 什么叫脉冲式分泌 大家可以看到 从早上凌晨一点到下午或者晚上的半夜时分呢 它整个人体24小时当中 它的分泌呢是呈现一个伤风式的分泌 这个叫脉冲式分泌 它是在中午8点到10点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 晚上12点的时候呢降至最低 所以我们在服用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去顺应这个规律 所以我们建议是每日早餐后服用 在8点到10点这个阶段是最好的 同时呢我们会有位高职家长在服用激素前呢 先服用早餐 服用以后过个半个小时左右 再服用一些护卫药包括蒙托石啊 还有铝碳酸美啊 奥美拉酥啊等等 再服用这些护卫药以后过15到30分钟呢 再服用激素 这样呢可以减少一个它的副作用 那么对于激素来讲 它的剂量如何选择 也就是服用方法的问题 这个是需要着重讲的 对于强迪松或者强迪松龙而已 我们都知道它一片是在5毫克 那么现在国际上通用的推荐的疗法呢 就是每日疗法 也就是每天 口服一次 它的剂量呢是根据体重来算的 推荐的剂量呢是0.75毫克每公斤 所以呢如果是20公斤的孩子来讲 我们就推荐剂量是15毫克就是3粒 我们随着体重的增加呢 它的激素的量也是可以增加的 但是不是没有限制 现在来讲我们推荐的是 如果说体重大于40公斤了 我们就不再再往上涨了 所以最大的剂量30毫克 是根据40公斤来算出来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0.75这样一个剂量 这不是空口选择的 我们是有大量的临床研究来证实的 这些研究的就发现 对于0.3毫克每公斤每天的话呢 它的作用就不太明显 而对于1.5毫克每公斤每天而言呢 它的作用没有增加 反而副作用就增加了 所以呢 全管它的利弊 0.75毫克每公斤每天的量 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是最合适的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少用的方法 包括周末疗法 也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不用药 但是礼拜六到礼拜天两天呢 就是采用一个相对高的剂量 这个方法呢 在保持肌肉力量方面的效果 好像是类似的 但是呢 缺少大数据的支持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隔日的疗法 也就是我一天吃一天不吃 现在呢 发现这个效果呢 是略差于每日疗法的 所以呢 对于强迪松而言 推荐的比较标准的疗法 就是0.75毫克每公斤每天 对于蒂夫可特也是一样 它的一片是6毫克 推荐的每日剂量呢 是0.9毫克每公斤每天 也有少数人 他可能会选用隔日疗法 作用是相当的 那么对于在激素应用的过程中 面临加量或减量的过程中 是如何来实施的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在应用激素的过程中 它的副作用 大家是可以耐受的 那么我们肯定是随着体重的增加 而逐渐的增加它的剂量 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了 如果体重超过40公斤 我们就不会再加大剂量了 所以每天最大的激素 强迪松的用量呢 是每天30毫克 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个 运动功能的逐渐减退 那么可以逐渐加量至最大量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孩子 它功能出现减退了 这个时候 它的激素的量 算下来还没有达到 0.75毫克每公斤每天 也没有达到30毫克每天的 那么我可以再加大量 加到它的最大剂量为止 对于第三种情况 就是孩子出现了 善失行走能力 出现了心肺空能衰退等等 我们的建议是 还是要维持激素的应用 但是呢 可以适当减少它的剂量 来控制 增加的一个副反应的情况 如果说我们在使用激素的过程中 副作用没有办法耐受的 那么我们只能相对的来减量了 一般的减要方法是这样子 可以减25%到33% 也就是在原始的基础的剂量上减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那么这样计算下来的话呢 就大概从0.75毫克每公斤每天的 减到0.5毫克每公斤每天 这样一个月以后 我们再进行评估 看看是否能耐受这个副作用 如果仍然无法耐受的 我们就再减四分之一 但是最小的有效剂量 是0.3毫克每公斤每天 所以建议呢 是不要小于0.3毫克每公斤每天 那么如果说 主要是体重增加明显或行为阴长的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在可行的情况下呢 可以选用改为蒂夫可特 或者呢 我们强励送进行一个周末的疗法 还有如果说家属 非常强烈的想要终止治疗的 那我们可以采用间歇疗法 甚至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停药 如果说我们在激素使用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功能的比较明显的下降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建议在原始的剂量上 再逐渐增加它的激素的用量 直至体重的合适的剂量 到两到三个月以后呢 再进行重新的评估 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办法行走的孩子 他们的激素应用也是一样的嘛 如果说它已经服用激素的 那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 如果已经服用激素出现了 进入不能行走的阶段 我们是建议它继续服用激素的 但是由于它活动量下降了 所以它的副作用的发生可能就增加了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严密监测它的副作用 根据副作用的情况呢 必要的时候进行减量 如果说一个无法行走的DMB的孩子 来就诊的时候 他还没有从来没有用过激素 那么我们是在家长同意的情况下 建议考虑使用激素的 并且呢有研究证实呢 这些孩子在初期用激素的时候 效果还是可能比较明显的 但是逆转 就是由不能行走到能救行走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那么我们这边会在DMB激素应用的过程中 就是反反复复跟家长交代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会反复跟家长交代 一旦你使用上激素了 千万不要自己调整剂量 自己减量 自己停药等等 我们为什么会反复的强调这个 这个是因为 如果说你采用这些措施 很可能会引起激素的一个紊乱的情况 会导致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发生 那么我们这边就大概跟各位家长讲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是因为呢我们人体 它自己肾上线在分泌糖配置激素 那么它呢会通过人体的一个 自我的调节机制 来控制它的一个激素的分泌量 就相当于激素分泌多了 然后肾上线就反馈给它的领导叫垂体 然后垂体再反馈到它的领导下丘脑 它就可以通过激素分泌减少 来调整回这个激素的用量 那么我们在人体分泌激素的同时 我们进行口服补充激素的情况下呢 就相当于人体的激素用量就上升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通过这个反馈机制 来反馈给垂体和下丘脑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下丘脑就会命令人体减产 就是减少分泌这个糖皮质激素 这个时候 人体自己本身分泌的激素减少了 如果说你还在口服激素 它还是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 这个时候 你马上停用激素 或者说非常快速的减量 那么就会导致人体一个 打它一个措手不及 它就没有办法调控它的力量 它的激素的那个剂量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个人工的导致的一个急性的肾上线功能不全 这个急性肾上线功能不全的话呢 还是属于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 它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就会出现一个疲乏无力啊 食欲不振啊 恶心呕吐 腐泻 消瘦低血压低血糖等等 就可能会萎靡不振 全身没有力气等等 这个时候 就是需要及时的就医 那么在监测它激素的情况下呢 及时给它补充激素 进行治疗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告知家长 不能突然的减量 突然的停用激素 而且呢在一些进行大手术 或者说出现重大疾病的过程中呢 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肾上线功能不全的问题 所以一旦出现比如说骨折啦 或者需要进行手术啊什么 一定要告知你的当整的医生 你正在服用激素 必要的情况下呢 是需要进行一个静脉的应用激素的 前面我们也提到 有些家长如果说 对于激素的副作用 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意愿 就是说要停用激素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马上停用 但是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缓慢的减量 然后再停用 一般呢我们会建议每两周 减20%到25% 减到隔天使用 然后呢再维持一段时间 再停用 在整个过程中呢 要定期监测体量的激素水平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 可以及时帮你调整 以上呢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 激素的使用方法 也就是在DMD孩子当中 如何来正确使用激素的 一个讲课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么下面 在第三讲的时候呢 再会跟大家详细来介绍 激素的副作用的防控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